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在我们中间离婚的这些人呢 我们的服饰 我们对于他们的服饰 这个ministry的话呢 就很专门指教会里的这种圣工 特别是对他们的服饰 也有的时候也可以翻译做是一种团契的行为 所以是集合众人的力量 我们一起来做的 传福音的事情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说你要去 服侍这些离婚的人的话 就是 你要去服侍这些人 好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就要从昨天停下来的地方 从那个地方开始 这中间讲到很多的方法 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帮助这些人 他有分成好几个方法 这些大纲 你看到粗体字的部分都是他认为很重要的事情 很重要的事情 来前面看一下 从一开始第一个重要的事情 没有人记得这个字 是什么 有没有人记得 比如说某一群人 你特别讲他们特别不好 特别鄙视他们 特别看不起他们 特别污名化 污名化 就是给他们扣个帽子 故意说他们是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他们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OK Stigmatize 指的就是这种污名化 把人家鄙视人家 故意的就是给人家扣个帽子 这个叫Stigmatize OK 这侮辱人家 Stigmatize 就是这些离婚的人 你不要特别去侮辱他们 OK Minister to both spouses 这个很重要 我们在服侍他们的时候是 离婚的两边 如果男的女的都在我们教会里面 做礼拜的话 两边我们都要服侍他 不能够特别看重一边 讨厌另外一边 这个是对的 Minister to both spouses Spouse是指配偶 配偶的双方 你都要去服侍他 OK 因为离婚对于双方而言 都是一种伤害 都是很可怕的伤害 OK Know what you believe and practice it 这个很重要 你在服侍的过程里面 你的动机 你本着什么来做的 Know what you believe 要跟你的信仰结合 所以你信的是什么东西 你要很清楚 你要很清楚 你信的是什么东西 and practice it 这个practice 你不要翻成中文的练习 意思就是说 你要常常的实践这个东西 你要用它 你在圣经里面 学到了 OK神爱世人 我也要爱人 那么我要爱人 我就把它用在我的生活里面 特别是用在你服侍 这个离婚双方的 这种服侍上面 离婚的人的上面 你要用到 再来 Teach biblical truth in love in love 你在教导圣经的真理的时候 你要在爱里面教导它 你不要有的人是在讽刺里面教导 有的人可能是在非常的严峻 这个辱骂之中去教导人家 这是不对的 in love 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要服侍的时候 我们教导圣经的真理是没有错的 但我们教导要在以爱为出发点 因为你爱他的关系 OK好 do not ignore the problem ignore就是忽略这个问题 你不要不要忽略这个问题 常常有的时候 很多的教会不提离婚这件事情 完全不提 我们教会是不能讲离婚的 不要这样子 因为离婚这件事情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教会本身有一个责任在 就是舍我其谁 教会是社会上最重要的一个单元 一个单位 因为它是传讲神的福音的地方 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 如果连教会都不愿意面对 这个离婚的问题 不去正视 必须正视的宣讲这个问题的事情的话 那还有谁会做这个事情呢 OK If churches don't address the problem of divorce Who will 谁会来做这个事情 谁会管呢 没有人在乎的 没有人管的 所以教会是一个最后的防线 教会是一个 我们知道离婚很严重 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很严重 我们知道在教会里的离婚率 跟外面的离婚率 也是几乎类似的 那么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 在社会上产生 谁能够来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教会其实是舍我其谁 对吧 舍我其谁 好 所以这个很重要 下面 Help build strong marriages Help build strong marriages 你在服侍他们的时候 教会有一个责任是 帮助这些弟兄姐妹建立怎么样 帮他们建立坚实的婚姻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 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除了我们每天在这里 传讲神的福音 在这里唱唱歌 在这里大家互相安慰以外 其实很重要一个问题 strong marriages 非常非常重要 没有这个社会上 没有坚实的婚姻的话 家庭怎么站立 家庭没有办法站立的话 那么家里的这些孩子 下一代都成问题 是不是 所以 教会有一个功能 Help build strong marriages strong marriages 是我们首当其责 而且我们是第一要务 教会的第一要务 所以教会可以提供 ample opportunities 这个地方 ample opportunities 我们要提供 很丰富的各种机会 教会里有很多活动 都是家庭成员 可以一起参与的 可以让夫妻 一起来参与教会的活动 让他们一起成长的 教会的目的就在这 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重视这个 OK 好 下面我们要讲的是 前面我们这几条 我们过了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provide and expect premarital training provide 没有人不知道 要提供 对吧 这个是指教会 要提供 expect expect 什么是 expect 这个字很简单 expect 什么叫 expect 是不是保留啊 expect 期待 除了 除了 no expect 注意这个字 expect expect是我期待 我期待下一个礼拜的主日崇拜 你能参与 你能参加 我们希望下次聚会要看到你 I expect to see 我期待看到你 我期待你下次要考满分哦 你这个英文考试要考好哦 我期待你跟你的孩子讲 我希望你下一次的数学考试 要考八十分哦 I expect 我对你有所期待 所以教会要提供 而且要expect 要有所期待 期待后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premarital marital marital 这个字让你想到什么 marital marital 我们分成 猜成两半 一个是pre 一个是marital 所以什么叫marital 结 结婚 结婚的 婚姻的 marital marital 比如说我们 我们结婚的 这个是 这个整个名词是premarital training 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 婚前辅导 婚前辅导 right 就是这个婚前辅导 ok 婚前的训练 婚前 你说这个training 好像培训吗 是培训吗 事实上你还真需要培训 你还真需要训练一下 为什么需要训练 我们有人不懂得怎么结婚吗 到底他都 他都交些什么 谁知道这个里面都交些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这里面交些什么 premarriage 交什么 全方位的 比如说 做丈夫应该怎么做呀 做妻子应该怎么做呀 以后的孩子应该怎么教育呀 我们的经济应该怎么样支配呀 和双方父母怎么样相处啊 等等等等很多 对 对 适合圣经的 圣经价值观的 婚姻的概念 就婚姻的定义是什么 然后就是 婚姻家庭生活的次据是什么样 然后 双方的理财观是怎么样 然后再是 我们主要是这些 因为都是不同的成长背景 生活环境 那就是 那首先也要预备这样的一个新 OK 所以 premarital training 其实是很重要 是不是 因为这个课 在别的地方没上过 学校里有教过这种课吗 有没有教过这种课 教你结婚以后 你刚刚讲 没有 没有 没这种学校啊 没这个学校 那你父母亲从小 有没有教你这些东西 没有 OK 父母亲如果教你 如果你从人的身上学 往往是会有偏颇的 是不是 很容易有偏颇 他们人会用自己的爱物 自己的憎恨来教导你 很多妈妈 比如说做婆婆的 他会教他的儿子 哎呀 你要小心 你荷包看几点 千万别到时候 钱都给你老婆 你可怎么样怎么样 来 你把钱给我 我给你放着 这种事情也是有的 你在跟老婆吵架的时候 你千万不能这个软弱下来 你要大声的跟他吵 可要大声的吵 你男孩子不能够在这个时候 就输了人 输了这个 绝对不能输他 你要好好的压制住他 是不是 从人的角度的时候 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都跑出来 这个东西是不是符合圣经的 圣经上有没有这样教你 有没有这样教你 你跟你老婆吵架 可要大声 好好把他给压制住 有没有这样子 有这样教导你吗 圣经上没有这样教导说 你要把钱自己守着 他人是要说 首先要把上帝放在首位 说上帝以外 然后夫妻彼此要互相爱护 OK 所以 所以 Premarital training 这个课 我们人人都需要 只要你有 踏入婚姻的 OK 你将要踏入婚姻 你都应该要准备好 Premarital training OK 这每个人都应该 而且对你是有帮助的 特别是 你学这个Premarital training 是从圣经的角度来学 哎呀 这个太有帮助了 因为你是基督徒 那么你也找基督徒结婚了 然后 你在学的时候 能够从圣经的角度来学 我们怎么样 在结婚之前 把自己预备好 而且是从 讨神喜悦的方式 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 这多重要啊 所以 Provide and expect Premarital training 他指的就是说 教会要去提供 Provide Provide是提供 我们这个学校 公立学校 美国中立学校 中午是提供午餐的 Provide lunch to you 我们提供午餐给你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是免费 因为看家庭的收入 有些孩子在贫穷线以下的话 就是可以填一个表 就是免费的 但如果说你的家庭收入是比较情况好的 那就是有折扣的 比如说你在外面吃饭 一顿饭最起码要十几块美金 对吧 今天你这个孩子在公立学校吃一顿饭 中饭的时候 三块半可以吃到 三块两毛五可以吃到 像这样的情况 这个叫Provide 它提供什么东西 我们图书馆现在提供一个讲座 这个是Provide OK 对于穷人 证灾 有富人 开仓 这个放粮 OK 证灾 这个就是Provide food 它提供食物给你 提供水给你 Provide Expect呢 就是我们期待 我们期望的这个东西 Premarital training 我们要提供 同时我们要期待 意思这个是指教会本身就应该要提供这个东西 教会是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能 你不要以为教会只是 哦 这个这个大家吃爱宴 吃爱宴的时候 每爱必到 每宴必到 只要有吃饭 我就到 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人 只要有吃就必到 但是至于聚会的时候 我不一定看到这个人 哦 今天太忙了 明天什么借口 后天怎么样 都有这个事情 我看他在看谁我呢 所以我们在 教会里面 这个Premarital training 是非常重要 我们要提供他 而且我们要期待他 特别对他有盼望 OK When my son turned 16 years old 这个写作的人 作者本身说 他说当我的儿子呢 Turn 16 years 这个Turn这个字 我们常常这样用 我们中文讲是说 当我儿子16岁的时候 所以很多时候 很多人在这个地方 就用B动词 When my son is 16 years old 这个不是不可以 可以 可是如果你用Turn的话呢 有一个更好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 当我的儿子呢 满了16岁 他要进入16岁 他要人慢慢长大 转变 变成16岁的时候 所以这个Turn这个字 比你用B动词 要好的太多 OK 好 当我的儿子呢 要进入16岁的时候 他16岁 满16岁大的时候 He has spent about 10 hours 他这个儿子16岁 就去上这个课了 Premarital training 他花了10个小时 他花了10个小时 40 hours 现在讲的是他16岁的儿子 去40个小时 40个小时去上什么 Driver's training 学开车 40 hours 16岁 40个小时去学开车 Driver training 这个基本上在加州 大概15岁半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 让孩子去学开车 然后我儿子呢 是我一直拖着 我就一直拖着 今天这个借口 明天那个借口 后天我说 我还要去这个车管局 去拿点材料 哎呀 不然你不知道 要读什么材料 才好考试 我就想一直往后拖 我不想让他太早 学这个开车 到最后他开始抱怨了 他说 我同学张三李四 人家都已经通过 都已经考过那个比试了 人家都已经开始 路这个可以开车 因为一旦你通过路考以后 你只要你的旁边 坐了一个有驾照的人 你就可以开车上路 OK 那人家我同学 谁张三李四 人家都可以 怎么我到现在 就还没有考什么什么 他很着急啊 他很着急 我就每天在那拖 拖拖拖 拖到最后 我说哎呀 今天我没有空去 这个车管局 拿点材料 要拿点讲义 你才知道要考什么吧 明天我又没有这个空 后天又没有那个空 结果我儿子自己上网 上了网之后呢 这种材料 有人在网上卖的 你去车管局拿是不要钱 他自己就上网 已经学了 都把这些都已经学会了 然后他有一天跑来跟我说 妈你不要再找借口了 我都已经上网 都读完了这些所有的材料 你现在就是只要花一天 就是有一天的时间 我需要两个小时 你开车到五 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 你开车送我去车管局 你把我丢在那也可以 你就可以走 等我做完了 我打电话告诉你来接我 他说我就去那里考试就对了 我就直接去那里考试 因为我已经都在网上 就已经读完这些材料了 这下就真的把我给逼上了 就是我不得不只好 再带着他就去考这个驾照 就变成要去考驾照的比试 好 16岁的时候 他说他的儿子花了40个小时 40 hours in driver's training Driver's training是做那个 驾车的那个 考驾照 In most churches today 在大多数的教会 今天大多数的教会 He will be blessed if he gets 10% of that time in consoling OK Counseling In counseling before marriage Counseling 这个Counseling指的是什么 邪谈顾问这种时间 before marriage 在婚前 在今天大多数的教会 你先看啊 开车需要40个小时 但是 在今天大多数的教会 He will be blessed 这个口气就是说 这个就算很大的祝福了 假如他能够得到40个小时的 其中的10%的时间 来作为这个婚前的这个 婚前的协谈的话 就是这种婚前的辅导的话 40个小时的10个 10分之一 请问你那是多少 10%是10分之一 那是多少个小时 4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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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意思就是说 在今天的教会里 有很多教会 根本连这种婚前的 这种辅导 连4个小时都不到 如果他的儿子 在结婚以前 可以得到4个小时的 这种婚前辅导 那就算是被祝福了 He will be blessed 那就算是你很幸运了 你真的是很好运气了 能够找到教会 大部分的教会 给你的婚前的辅导 根本就不到 40个小时的10分之一 也就是4个小时都不到 那你觉得这个对吗 这样是对吗 你觉得我们婚前辅导 到底需要多少个小时 有谁可以告诉我一下 通常你们的婚前辅导 是几个小时 零 啊零 哦你们是零 好 OK有没有其他的人 有婚前辅导的 你们都几个小时啊 我们12个小时 但是呢 12个小时的课 我们每次都上的 差不多上到24个小时 就是两个小时还不够 因为中间会讨论嘛 嗯嗯 哦 OK 所以基本上教会给12个小时 但是呢 这个后面有自由发挥的部分 有讨论有什么东西 那这个很热烈了 所以有的时候要到24个小时 very good 你们你们教会的人都被祝福了 照他这个文章的标准来看 你们全部被祝福了 因为他说40个小时的十分之一 如果能做婚前邪谈 这已经就算是很不错的了 很被祝福了 所以你们教会大大的被祝福 还有其他的教会 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 你们是几个小时 婚前邪谈的 我们有时候是 拿出一天的时间 要么就是把基督的情侣 一块结婚了 整个一个小时 我陪他一段时间 这样 哦OK好 所以好歹也是一天嘛 是不是一天 一天如果八小时上班 就八小时吧 是不是 从早到晚这样一天 是不是 集训 OK 所以这个这个事情 照理说是挺重要 因为你在结婚之前 把你这个婚前的邪谈 这个这个整个一个规划 还有包括让你有一个概念 是怎么怎么做 这些事情对你人生 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 结婚不能仓促的结婚 结婚之前能有这样的 协谈是多么好的事情 对吧 这样的培训 是太好的事情了 所以不能够仓促了事 其实时间是非常重要 而且每一对 每一对 每一对年轻人 他们遇到的问题 可能不一样 他们的背景不一样 他们的教育程度不一样 他们的文化程度 他们灵灵的生前也不一样 这个其实是非常 这个里面有很大的学问在 对吧 OK 好 我们再看 Churches need to provide premarital counseling 所以这有两个说法 一个叫premarital counseling 有一个叫做 我们的题目叫 premarital training OK 两个都有人这样子说 一个就是婚前的邪谈 因为这个counseling 其实就是一种邪谈 然后你是去跟人家谈的 因为你要跟这些 有知识有见识的人 教会的长老 或者是教会的牧师 牧者 你要跟他们请教 很多有关结婚以后 可能面临到的事情 要请教的 所以是一个counseling premarital counseling 另外一个是premarital training 这其实就是一个训练 一个培训 教导你 像刚刚你们讲的 这么多的题目 有关于你的用钱的概念 基督徒用钱的概念 怎么样在信仰的基础上面 两个人来过婚姻的生活 这个中间还包括 可能跟家人的相处了 还有跟我们的事业的结合啊 什么有好多好多的问题 是吧 OK 好 If the church doesn't have qualified staff 假如这个教会 品德又好 品德又好 又会说话 而且他又会指引我们 可以深入浅出 他就是一个qualified teacher 这个地方 qualified staff 指的是什么 大家知道什么叫staff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staff 这个 qualify staff 首先什么叫qualify 有没有人知道 qualify什么意思 有资格 有资格 合格的 合格的 对吧 他是不是个合格的老师 你好 像在加州来讲的话 你要考一个教师资格的考试 你考过那个试 你才合格 你没考过呢 不能在公立学校做老师的 OK 要qualify 考过合格 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 这个人的品德也得好吧 有些老师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来 甚至有为风化的 这个就不qualify 我们叫disqualify DIS 前面叫DIS disqualify 他不合格 OK 所以学问要好 right 品德要好 他又会深入浅出的带领人家 让人家学的听得懂 学的会 所以这种人才qualified qualified OK 他才是一个合格的人 qualified staff 什么叫staff 指的是教会里的什么人 staff是什么 成员 成员 执事吧 应该是 是 OK staff通常我们指的就是里面的员工 OK 比如说像公司里面 Oh She's my staff 他是我公司的员工 我们用staff这个 通常就是指教会里的成员 教会里如果公司我们就讲员工 但这个staff呢 qualified staff 不是随便阿妈阿狗 像我站在教会门口发单张的那个 我不qualify 我不是合格的 我不能给人家做这个premarital counseling 我怎么能合格 所以要qualified staff 他是教会的成员 他已经在这个教会 肯定有很好的灵命 他来这个一直都在这个教会敬拜 然后他有很多的 他对圣经的理解很深入 同时他自己本人的婚姻 也是一个很成功的婚姻 成为一个表 所以他才能给人家做premarital counseling 对吧 他才能做这个婚前协谈的这个工作 才能够能够去辅助别人 教导人家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句子说 假如这个教会没有合格的成员 可以做这件事情 就没有 or staff with time to provide the training 或者是他没有那些成员 教会的成员是有时间的 首先你做这事情得有时间 像你们刚刚讲 本来讲好12个小时 但是讨论激烈 最后变成24个小时 那这个做这个事情的人 他本身必须相当有时间 ok 所以假如我们教会没有合格的成员 可以做这个premarital ok 婚前协谈 也没有这个 也没有员工呢 是有时间的 有时间来提供这个训练 给别人提供训练的 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我们就没有啊 那该怎么办 那该怎么办 你们通常的做法是怎么样 没有就算拉倒 就没有就这样 是不是 有没有其他的变通之道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想身为基督徒 我们都知道 premarital counseling is very important 这个婚前协谈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就是网上有很多的 比如比如别的教会的 弟兄姐妹做的这种婚前的辅导的课程 就是特别多嘛 然后可以就是买过来用就好了 一起学 你指的是那个教材 是吧 买一本 就是有光牌啊 这种辅导的课程 有像刘志雄 他们就做了吗 还有那个 还要做什么 那你买过来 是怎么样 来男的女的 你们自己哪 各拿一份 回家读书 是这个意思吗 还是怎么样 一起学习 哦一起学习 OK好 所以就是买人家的教材 然后我们等于开一个讨论会一样 我们这样子来谈 OK 有一个就比如说 教会里面 比较年长的 然后夫妻带着大家一起 这样 就是或者是比较有 负担的 对婚姻有负担 带着大家 带着大家来学习 哦这个OK 所以表示这个教会 其实是很正视这个问题 对吧 所以他们 找这个路 这个不错 在这个作者 他的意见是怎么的 你看他的方法是这样 他说假如教会 没有合格的 这个成员 可以做这件事情 或者是成员本身 没有这个时间 能够提供 这种训练的话 后面就是他认为 应该怎么做 It should offer 这个教会应该提供 to pay for couples to receive counseling pay for 所以教会应该提供 去为他们付这个费用 让他们可以在外面 得到这种 这种协谈 在美国 这个是很贵的 只要花到人 只要是人工 美国这种都非常贵 心理医生 你一坐下来 从你屁股开始坐下来 他开始听你讲话 开始 300块钱起跳 300块钱美金 OK 所以像做这种 婚姻的协谈的 这种东西 不容易啊 OK 像中国现在情况 你说 哦 有这个教材 我们买来 那我们大家一起研读 一起研讨 一起讨论 这是非常好的 很经济 对吧 或者是有没有 可不可以拼桌的方式 就像我们吃饭拼桌一样 如果隔壁教会 对面的教会 附近城市的教会 人家刚好有办这个协谈的 我们教会没有这样的 合格的员工 那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参与 一起协谈 这也是一个方式 作者呢 在美国他们的看法 他们认为说 It should offer 这个教会应该提供 提供什么样 提供付款 pay for 为这一对成 为这些一对一对的 这些夫妻 将要结婚的夫妻 为他们付款 让他们能够去收到 能够得到这样子的 协谈 他觉得这是教会的工作 教会 你自己本身 教会如果本身没有办法做 有合格的人做协谈 你也没有人有时间做这个 那你就应该 让他们 为他们付款 让这些年轻的人 他们可以 找人来做这个 婚姻的这个协谈 Some churches are now offering premarital counseling through mentoring couples 这个地方 mentor这个字 非常非常重要 在美国很多地方 常常你会看到这个字 mentoring couples 什么叫mentoring 有没有人知道 mentor 有没有人认识这个字 这个字最近很火 在中国其实也有 你们只是不知道这个字而已 但是有这个概念 你们看中国好声音 中国好声音 还有那个那种什么 那种唱歌的节目 表演才艺的节目 中国好声音 那中国好声音 前面就有几个 坐在那 他的椅背 会转过来的 那种人 你叫他叫什么 叫什么 比如说汪峰了 导师 叫导师 导师就是什么 就是mentor 他就是mentor 这导师要有什么资格 肯定第一 他有名 他比我们能干 他懂得比我们多 他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比如说像纳音 他可会唱歌了 他人家都已经出过多少专辑 是多么有名的 他在这个行业里面 是嚼嚼着 所以他可以成为 我们的导师 同样的道理 教会里面这个做协谈的人呢 他说是这样子的 Some churches are now offering premarital counseling through 透过这样的人 来做这种婚前的协谈 什么人呢 就是导师的 一对一对的导师 夫妻导师 叫mentoring couples 比如说 今天 假设我们现在看 我们群里面 我们现在 我们是个教会 我们这现在 有人要结婚了 那找谁呢 说 Sara Yen 他们夫妻 好像很不错 他们可以给我们做导师 他们就是mentoring couple OK 我们再请另外一对 这个 这个Esther不错 Esther跟他先生 你们一起来 跟我们做导师 这个叫mentor couples 所以 找教会里 比如说长老的 长老或者是牧师 牧者 或者是找教会里面 资深的成员 他一直都在我们这里聚会 是我们资深的成员 那他们的婚姻 他们对婚姻的认识 灵里面婚姻的认识 特别成功的 像这样的人 我们请他们来做 OK 所以有一些教会 他讲 some churches are now offering 他们提供这种婚前的协谈 是透过这种导师 OK 一对一对的导师的夫妻 让他们来做这个工作 OK 这些人呢 做这个工作很不容易 Who commit 这些人导师要怎么样 导师的职责是 Commit to work with the engaged couple and walk through the first year of marriage with the newlyweds 这里面有好几个字都非常有意思 首先你要做人家导师的 这种导师的夫妻 做协谈的导师夫妻呢 Commit to 你要做Commit to 什么叫Commit to 什么叫Commit to 有没有人知道Commit Commit这个字很重要 什么叫Commit 有没有人认识Commit Commit 结婚的时候 牧师 OK 跟你讲一大堆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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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说 你愿不愿意呀 你愿意 你愿不愿意呀 你愿意 你对这个婚姻 你要有你的Commitment 所以什么叫Commit 委身 委身 承诺 它是一种很 不是普通的那种承诺 不是说我答应你啊 明天要花你五百块的那种承诺 这个承诺是一辈子的承诺 是非常严肃的承诺 一种也可以说是委身 OK Who Commit to 就是说 这些做导师级的这些夫妻 他们都 承诺 他们愿意为这个事情 致力于什么什么事情 他们愿意为这个事情奉献 愿意为这个事情去努力 Commit to work with the engaged couple Engaged couple 所以什么叫Engaged couple The engaged couple 什么叫Engaged couple 没有人知道Engaged couple 订婚了的 订婚了 就是我们已经准备要结婚了 我现在很高兴 手一抬起来 武克拉钻戒在我手上 I'm engaged 我告诉你说 I'm engaged 这是什么意思 我订婚了 That's right 我已经名花有主了 I'm engaged OK Engaged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他们这些导师层级的 这些夫妻 他们是来做导师的 他们呢 要致力于 他们要全身心的投入 愿意为这个事情而做 为什么人而做呢 为这些已经订婚的夫妻 已经订婚的一对一对 要为他们来工作这件事情 然后呢 要walk through the first year of marriage with newlyweds 要walk through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walk through 字面上看是什么 走过去 是不是 走过去 walk through 什么意思 同行 同行 就是要跟他们一起度过 一起同行 不能说你过你的 我过我的 没有 他要跟他们 他对他们的指导 因为他们是导师级的 所以导师要随时给你指导 所以在你第一年的婚姻里面 first year of marriage 在你第一年的婚姻里面 这老师是 这个导师是 亦步亦区的 与你同行 手把手 我们中文讲 手把手的带着你 walk through OK 你第一天来公司上班 哎 你不用放心好了 我一定手把手的教你 I'll walk you through 我会把业务都交给你 I'll walk you through 就是用这个walk through walk through 字面上讲是走过 走个过场是吧 走过去 实际上意思就是 意思就是说 手把手的要教会人家 OK 你第一年的婚姻里面 你们吵架了 你们你们做一顿饭 有的夫妻很好笑 做一顿饭也会吵架 洗个马桶也会吵架 洗衣服也会吵架 但孩子都还没有生呢 这一点点事情 谁洗今天的晚都会吵架 对吧 这种需要walk through 那你吵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人可以去讲 在中国的社会里面 可能就是跟公公婆婆讲啊 跟爸爸妈妈讲啊 不然就这个太太一起回娘家了 那就要有人中间在这里 斡旋 在这里教导你们 哎呀 你们不能这样吵啊 你们不能这样做啊 不能怎么样 是不是 这个婚姻谐谈的 他们就会从圣经的角度 来教导你们 你俩人为了洗个马桶吵架 你俩人为了洗个碗吵架 OK 台湾以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律师 她的婚姻失败 一个女律师 她从美国在玉归国 这个学成归国 她在美国读的这个律师专业 她在美国的律师 美国的时候 读书的时候 就跟她的先生 最后过不下去了 就离婚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原因离婚吗 他们就是为了吃完的碗 谁来洗这件事情 而闹离婚 OK 那她年轻的时候 她的做法是怎么样呢 好 既然因为她 她抱怨就是先生一直都不愿意洗碗 但其实那个时候 他们都是留学生 功课其实都蛮重的 功课 两个人都要读书 这个女的就不平了 为什么都是我洗碗呢 为什么你不洗呢 为什么你吃完的你都不洗呢 而且你吃的时候会计较 你吃的时候 你都喜欢用三个碗 一个装酱料 或一个装什么的 你看你用三个碗 我多节省 我只用两个碗 你用的比我多 你为什么都不洗 好 最后呢 这个太太想出一个方法来 她所有的碗 她只洗她自己的碗 她洗完了碗之后呢 这些干干净净碗 她不给她放在外头 也放在外头 到时候她先生拿去用怎么办 没有 她把这个碗洗干净以后 全部放到冰箱里头去 所以他们家的冰箱很大 把她冰在冰箱里头 然后用用袋子把它包起来 你就不可以用我的碗 我自己洗 所以你自己吃完的碗 你自己要想办法洗 不然你就没有干净的碗可以用 所以这种方式到最后 肯定是要闹到离婚的 OK 所以最后她就离婚了 但她后来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律师 然后别人问她说 你为什么离婚呢 把离婚的原因讲出来说 就因为不洗碗 因为她先生不洗 自己吃过的碗 所以他们离婚 OK 好 Anyway 这是一个体外话 所以呢 她要walk through the first year of marriage 婚姻的第一年 她们要陪你 手把手的带你走过这第一年 with the newlyweds 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名词 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the newlyweds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the newlyweds the newlyweds指的是新婚夫妻 新婚夫妻 OK 很多人在那个车子 比如说我们刚结婚 结婚第一个月 咱俩人跑去买了一辆新车 我们在车子的后面 故意贴个大纸条 写着newlyweds 美国人是很喜欢张扬这种事情的 我的喜悦与路上所有开车的人 一起分享 每个人看到就说 哇这个很棒啊 newlyweds OK 所以他们就表示 这个字就意思就是说 他是新婚的 所以这个第一年 你现在有了这个导师 OK 你有导师的夫妻 来给你这个做导师 他可以教导你 对吧 所以他们这些人 首先你做人家导师 你要承诺 你要全身心的投入 帮助这个订婚的夫妻 然后你要带领他们 在第一年的新婚 他们新婚的第一年 你要带领他们怎么样 整个走过这个程序 走过这个时间 他们这中间有什么困难 什么不了解 吵架争执 都会去找你的 这都是你的事情 好 providing 还要提供一个什么 an inexpensive but effective way to train couples for marriage 要提供一个方法 way是一种方法 我们要来 train couples for marriage 我们要来训练 这些一对一对的夫妻 训练他们 婚姻上的教导 要来训练他们 这个方法本身还有两个条件 inexpensive but effective 谁知道什么叫 inexpensive but effective 不贵的 有效的 okay inexpensive 就是不贵的 这个地方你千万不要联想成 cheap 很多人说不贵 真的就是便宜 便宜就是cheap 千万不要用cheap 那个字 cheap的话有很不好的意思 我今天去一元店 ok一元店买了什么两根汤匙 这个是cheap 很cheap 但通常意味着也有另外一个意思 cheap 另外一个意思是说 这东西要质量可能不咋地 所以我们不轻易用cheap这件事情 ok 不用cheap这个字 他用inexpensive 不贵的 这个花费不多的 effective要有效的 ok 所以他们提供这些训练的方法呢 要要提供的是怎么样 不贵的 不要说为了开这个这个婚姻婚前协谈 我们到五星级酒店 开个大房间 我们到那里去开个会议室 在那里办这个东西 这个就太贵了 对不对 expensive 我们不要expensive 我们要inexpensive 不贵的方式 节省成本的方式 而且要effective 要有效的方式 我们训练他们 ok 好 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看法 有意见吗 有没有什么反馈 美国人的看法跟你们是不是不太一样 ok 所以他提供了几个方法 一个就是你教会如果本身没有合格的教师 能够来带领这个婚前的协谈 你教会里面也没有这样的人 有时间来培训这个什么的话 那你要教会可能应该花钱 为他们来去找合格的好的方式 来来做这个婚前的协谈 ok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可以去找教会里面本身 ok 很适合能够做的 有些教会是这样做 他就找这种导师层级的导师夫妻 来出场来做这个训练 他们但他们首先就是说 他们愿意全身性的投入这个工作 来帮助这些已经订婚的人 然后在他们婚姻这些刚结婚的时候的 第一年的婚姻生活里面 随时给他们提供帮助 他们提供的是一种 不很昂贵 ok不昂贵 同时呢是有效的方法 来训练这些 在婚姻里面训练这一对一对的夫妻 ok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ok好再往下看 Build Healthy Christians Healthy Christians Christians应该大家都没有问题 基督徒 Build Healthy Christians Healthy是非常健康的 什么样叫做Healthy Christians 有没有人有意见 什么叫做Healthy Christians 谁可以告诉我 什么叫Healthy Christians 健康的基督徒 对 那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条件才能成为Healthy Christians Christian就Christian了 我是基督徒吗 什么叫Healthy Christians 有生命的 有生命 什么样的生命 健康的 什么健康法 基督的生命 基督的生命 灵命 是不是 好 还有呢 还有什么样的可以变成是Healthy 还有什么条件是做Healthy的 首先他是基督徒Christian 这个没有话说 如果他是基督徒 他绝对是捍卫 圣经的真理 这个没有意见吧 对不对 捍卫 圣经的真理 OK 好 后面有人讲说信仰 根基根 稳固的 对 还有呢 还有什么样的Healthy 就是他在生活里面 能够把圣经里面 约定好的 把婚姻生活能活出来的这些 或者是就是他经历了一些 婚姻里面的就是大风浪嘛 但是他接着神走过来 然后有相当的就是属灵里面的经验的这样的人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你们没有说 在婚姻里面 我们需要找Healthy Christians 这个人除了 他是个基督徒 他捍卫圣经的真理以外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 他必须捍卫传统婚姻 这个大家同意吧 他必须捍卫婚姻 如果这个人并不捍卫婚姻 没事没事我们同居就可以 没事没事 这个我们两三年 如果很多年轻人是这样 我们先试试嘛 我们先试试结婚吧 如果两三年不行的话 那我们再离掉吧 再找合适的 这个就完全不是传统婚姻价值观的捍卫者 不是 这样的人不是Healthy Christians OK 所以在 我们现在这篇文章的重点是在讲说怎么样服侍这些离婚的人 从根本上你想要减少甚至最好杜绝这种离婚的现象 那他的基础是你要有Healthy Christians 你要有健康的基督徒 所以基督徒现在已经分两派了 一个是Healthy 一个是不Healthy 是不是 有不Healthy的选择吗 有吗 是有 是有 然后对离婚 还有对婚前同级 然后觉得是可以理所当然的 这样的 是有 是很多 现在越来越多 OK 婚前试试看啊 我怎么知道你能不能做我老婆 先试试看 先试试看 这就是同居的理论基础 好 先看一下 The best defense against divorce 最好的Defense 你们认识这个字 Defense什么意思 Defense 捍卫 防御 防御 捍卫 美国有一个部门很重要 每一年预算都是全国最高的 Defense Department 你们知道是什么是Defense Department吗 国防部 国防部 National Defense Defense Department 你在哪里工作啊 I work for Defense Department 我为国防部工作 Defense 这个地方Defense是什么 Defense Against Divorce 我们是来捍卫什么 我们要 我们要防卫这个Divorce 防卫离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Defense Against 它是跟这个离婚是背着干的 它不赞成离婚的 它是要捍卫的 它要保护的 它要保护婚姻 避免离婚的 OK So the best defense against divorce 最好的捍卫 能够 能够打倒离婚 打击离婚的 最好的捍卫是什么 The best defense 最好的捍卫 In the church 在教会里面最好的捍卫就是 Is to build healthy Christians 说了半天 如何捍卫 如何打击离婚 如何打击这个离婚率 如何杜绝这个离婚 如何不让人家离婚 最好 The best defense就是什么 To build healthy Christians 你要建立起一帮 Healthy Christians 如果每一个基督徒本身都是 very healthy 他们都有非常健康的概念 他们都是尊重 都是遵循圣经的礼法 都是遵守圣经的原则 他们都是捍卫 传统婚姻的 那你根本就不会有 Divorce这个字出来 这个教会不会有人离婚的 Right 所以基础的问题 你的基石要打好 你要杜绝离婚这件事情 你要把基础打好 基础就是什么 就是Healthy Christians 每一个我们教会的成员 通通都是捍卫传统婚姻的 That's Healthy Christians 好 这个就是我们最好的防御武器 The best defense It is also the best method Method 什么叫Method 有没有人知道 Th 方法 方法 最好的方法 The best It is also the best method to minister to minister 去服侍 to those impacted by divorce 去服侍那些人 那些什么样的人 impacted by divorce 什么叫impacted 被影响的 被受到影响 被去影响 他们已经受到 离婚的事件 去影响的 OK 受到离婚事件 影响的 比如说我们教会有三对 已经离婚了 这三对就是受到离婚影响的 Right 所以呢 刚刚讲的Healthy Christian 这个方法非常重要 你用Healthy Christian 如果能够建立起一群 都是健康的基督徒的话 基本上这是最好的防御公式 可以抵抗这个离婚 同时这也是最好的方法 The best method 去服侍那些受离婚影响的人 Impact就是指那些受离婚影响的人 OK 你要服侍人家 首先你自己要是什么 你自己要是什么 不受离婚影响的 对 你自己必须是Healthy Christian 所以Healthy Christian 非常非常重要 Healthy Christian本身 你是一群健康的基督徒 就是灵命成长 各方面都是很好的 这些健康的基督徒 他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防御 Christian Christian 我把这个学到 Christians 你看这个要跟别人讲话 跟面试 你要做Healthy Christian OK 所以Christians Healthy Christians Christians 为你Jesus Christ 对不对 这里不念Christ 这里多少基督徒 都是不健康的 Christ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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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Healthy Christians 有点拗口 OK 你念多了就会了 Healthy Christians Healthy Christians Healthy Christians 也是最好的方法 可以来服侍 那些受离婚影响的人 所以你要服侍人家 先决条件 你必须是Healthy Christians 你如果自己本身就有问题 不是Healthy Christians 你是认为是 没关系 试试看嘛 也可以先同居嘛 你自己本身这个基础理论 脑袋里就一定有点问题的话 你不能去服侍人家 OK 好 我们讲到这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OK Healthy Christians 非常重要 Divorce is hard on everyone involved Divorce is hard 这个hard怎么解释啊 这个hard要怎么解释 这个hard是什么意思 离婚这件事情 It's hard hard是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 让人受伤 hard是什么意思 hard H-A-R-D 这个石头很难 艰难 很困难 Difficult的意思 Difficult It's hard It's difficult 今天这个功课 你写完了没有 Oh it's hard It's difficult 这个test 这个考试很难啊 It's hard It's difficult 所以hard在这里 是困难的意思 很艰难的意思 OK 离婚是很困难的 对什么人而言呢 Everyone 每一个人 每一个什么样的人 involved 什么叫做involved 参与到这个事情里 参与到这个离婚事情 里头来的人 谁参与啊 那就是男方 女方咯 男女双方咯 你俩人离婚 你们俩人都参与了 对不对 你俩人通通都involve involve 就是你们俩人都参与了 参与的这个离婚的双方 离婚这件事情 对你们而言 都是非常艰难的 不可能跟我讲说 哎呀离婚好快乐 好容易 哎呀我在怎么样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离婚都是带来 非常大的伤痛 但是 but recovery it's much faster recovery 什么叫做recovery 愈合 就是这个伤口 比如说伤口好了 那个叫做复原 愈合 都是recovery 这个事情 所以你心理上 你已经受了伤害了 因为离婚的关系 但是啊 这个复原 心理上的复原 is much faster 会更快 怎么样才可以更加的快呢 if the person is growing spiritually spiritually 我们知道spiritually 是什么意思 主灵上的 主灵上面的 假如这个人 is growing spiritually 他是在灵里面 在增长的人 他是成长于 灵里面的人的话 所以这个东西 又回到了一个 信仰上的根基上 离婚这件事情 不管外邦人 不管教会里的人 不管任何人 他本身都是一个 对于所有 牵涉在里面的人 都是非常艰难的事情 都是很痛苦的事情 没有人是离婚 很快乐的 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要走过 这一段心理的伤害 都很困难 对每个人而言 都是这样 但是这个复原 会比较快 什么人复原的快呢 就是那些人是 growing spiritually 他在灵里面 一直在增长的人 他会复原的比较快 这个有没有人 不同的意见 你们有没有 有不同的意见 没有 没有 所以他告诉你了 离婚这件事情 就跟我们 我也跌一跤 你也跌一跤 外邦人也跌一跤 我们教会里面也跌一跤 咱俩人都跌一跤 腿上都跌了一个大口子 其实复原的太 速度 其实都应该差不多 但如果免疫力强一点 可能复原的快一点 对吧 我可能两礼拜好了 你那口子可能 可能十天 或者是三个礼拜 你才收口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离婚这件事情 对也是一样 这个伤口 每个人私底上 都是一个大伤口 都是不愉快的事情 每一个牵涉到 这个离婚事件里面 可是呢 这个复原 有可能更快一点 你可以比别人快一点 假如你是一个 在灵里面 在灵里面 在成长的人 你的灵命要成长 好 那我现在问题就来 Growing Spiritually 怎么样才能做一个 Growing Spiritually的人 怎么样才能做这样的人 我想复原 灵口快一点 我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个呢 你可以告诉我吗 读经 祷告 唱诗 OK 所以你还是要回到一个 Healthy Christians 里面 你要回到一个基督父 该做的事情 每天这个灵粮 一样的道理 该吃吃 该喝喝 你该吸收 你该与神亲近 你都要做 所以不要忘记 神是我们最好治愈的方法 你在人的婚姻上面 你跌倒了 你受伤害了 但是你在灵里面 你可以把它得回来 你可以在灵里面 灵里面成长的人 他的复原的速度 要比你那个要快得多 OK 好 所以他讲的 Healthy Christians are a strong shield Shield of protection against divorce Healthy Christians 基本上这个健康的基督徒 这个概念 它是一个 strong shield 什么叫shield 盾牌 一个很强壮的盾牌 这个盾牌用来干什么的 protection against divorce 它是你的一个保护装置 可以让你怎么样 来避免离婚 可以躲避这个离婚的问题 你现在离婚了 你受了伤害了 那你需要保护 对吧 你需要个盾牌来保护你 你需要什么 你就是要做 healthy Christians 它可以是你的一个protection 它是你的一个保护 太重要了 OK 所以主题就是回到 他前面讲的这个 healthy Christians build healthy Christians build ville是建立起来 我们要把这一群老百姓 都给建立起来 基督的子民 要把他们建立起来 都变成healthy Christians 如果像我们读的 旧约的时代的时候 那些犹太人 那个时候 哇 很多的时候很 自己也跌倒啊 也淫乱啊 或者是自己的什么 灵里面都有问题 不信神啊 不追求神啊 你不是healthy Christian 你遇到了麻烦 那就可多可大了 碰到离婚的事情 你更容易跌倒 你就会成为那种 几年以内都不进教会的人了 那你就离神离得更远更远 所以healthy Christians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healthy Christians are a strong shield 它是一个非常强壮的盾牌 它可以来保护你 保护你避免离婚所受到的伤害 OK好 有没有问题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没有 没有 Most churches 很多大多数的教会 have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divorce people significant number 谁知道什么叫 significant number 相当大的数量 相当大的数量 significant number 我们这个是这个加州 这个这个城市 我们这个穷人 到底有多少 oh it's a significant number 如果我这样一讲 significant number 给你的感觉 我这穷人是多还是少 多 多 只要讲significant 就是相当的 相当多的数字 所以significant就是 比如说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对你很重要吗 yeah it's important to me 如何重要 significant important to me 相当的重要 OK 这个人有不有钱啊 有钱啊 he is rich he is significant rich 你一听 不只是rich 他是significant rich 他是相当的有钱 相当的有钱 他刚刚娶了个老婆 他的老婆长得怎么样 听说很漂亮 oh she's significant beautiful 这不是一般的美丽 是二般的美丽 三般的美丽 一百个人里面 你马上就看到 他的那种的美丽 叫significant beautiful OK 所以任何字加了significant以后 都是一个相当的 OK 很多大多数的教会 他都有一个什么 significant number of divorced people 他们都有一个相当高的数字 是离婚的人 所以离婚的人 在教会里面 很多教会都有相当的人在里头 只是不说出来 或者有的时候 你没有刻意去查 你不知道而已 但是大多数的教会 其实都有相当的人 人数都离婚了 OK as someone who watches statistics 谁知道什么叫statistics 统计数据 统计的数字 数据 OK 所以当有些人 他们在看这些统计数据的时候 as someone who watches statistics I have wonder wonder就是说 我有另外的想法 我就在想 我就在想 If one reason one reason church attendance is declining is that we aren't reaching the divorce divorced among us OK 这个句子不太好懂 我就在想 假如有一个原因 OK one reason If one reason 有一个原因 church attendance 什么叫church attendance 教会的出席人数 教会的出席率 出席人数 叫做教会的church attendance 今天来聚会几个人 20个人 明天下个礼拜 聚会几个人 50个人 这就是他的出席率 假如有一个原因 这个教会的出席率是 decline declining declining 你知道什么叫declining吗 减少 那个曲线是往下走的 叫做减少 一直往下走 上个礼拜来的是50个人 这个礼拜40个人 下礼拜30个人 一直往下走 这个叫declining 不是上升的 是下降的 假如教会有一个原因 教会的这个出席率 是往下降的 is that we aren't reaching the divorce amount us 这意味着 地表的 是不是我们没有去 reaching就是我们没有 接触到那些 离婚的人 在我们中间离婚的人 是不是这个意思 OK One of the fastest Fastest growing segments of the population in many countries One of the fastest growing segment 什么叫 segment 这个segment 这个字 有没有人认识 什么意思 一段 一块 一节 一个区段 OK 一个区段 OK segment 所以呢 假如 one of the fastest Fastest 是最快的 成长最快的 你看这个 Fastest growing 最快 成长最快的 这个 这个区段 这个一个部分 segment 是一个部分 比如说我们今天 我们这个教会的成员 这个12岁以下的 都是去上主日学的 这是一个区段 13岁到这个18岁 这是我们中学段 对吧 18岁以上 成年以上参加聚会 又是另外一个区段 我们就可以说分成 三个segment 三个segment 他现在讲是 其中之一 成长最快的 这个区段 最快的一个部分 最快的一个部分 在人口之中 of the population in many countries 在很多国家 这个都是 人口里面 成长最快的 人口的结构里面 成长最快的一个部分 就是什么 就是 divorced 就是 one of 他就是其中 最快的一个 之一 one of the 那就是之一 离婚人口 在许多国家里面 都是人口的这个区段里面 成长最快的一个部分 the church doesn't have to doesn't have to 是不必要这样做 你不要这样做 不必要这样做 有的人认为 哦 教会就应该 要去掩饰这个问题 但是他认为说 教会不需要 特别去 embrace embrace 谁知道 embrace这个字 什么意思 embrace 天哪 embrace 什么叫embrace 知不知道 什么叫embrace emb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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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我有个 玉镯子 你们有没有看过 那种玉镯子 玉镯子上面呢 有的时候 他用一些黄金 或是铜 ok 跟那个 跟那个玉 镶嵌在一起 可以保护 这个玉镯子 不容易断裂掉 那个就叫embrace embrace embrace 所以就好像他 牵入 ok 我们引申出来 可以讲说 这个拥抱 比如说我们把 什么东西embrace 你站在一个 天年古树上面 你两手 可不可以embrace the tree 可不可以用手 可不可以 环抱得住 那个树 有的时候 一个人的手 500年一棵大树 我们那个手一抱 是抱不住的 这个叫embrace 所以embrace 像玉镯子 这种 我刚刚讲 金属 牵在上面 去保护他 盖住他 这个叫embrace 你用手 去环抱 那个树 也叫embrace ok 好 很多人讲 这个教会 他说教会 不需要 其实不必要 这样子 去embrace 不用去拥抱 这个离婚 什么叫拥抱 离婚 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embrace 什么意思 embrace 这个地方的意思 就是他整个包容 把离婚 整件事情 包进来 然后整个去 拥护他 去赞成这个离婚 或者是特别讲 这个离婚 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教会 不需要 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教会 应该 做什么 but should certainly love those hurt by divorce 教会 绝对 应该 but should 他 绝对 应该 certainly 是一定要 一定要 绝对 应该 要做 什么 一件事情 love those hurt 那些 被受 伤害 受了离婚 伤害的人 教会 一定要 爱 你不要特别 把这个事情 哎呀 我们教会 好像 怎么讲 我们教会 很拥护离婚 离婚没关系 到我们这里来 可以 你不要特别 这样讲 这样讲也不对 但是呢 教会要做一件事情 一定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 爱那些受伤害的人 受离婚伤害的人 and should offer solutions solutions 是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 有没有 solution 什么叫 solutions 解决的 方法 解决 它一定要提供 教会 应该要提供 解决之道 offer solutions 提供 解决之道 做什么呢 to help move the culture away 这里出现一个culture 这个culture 一般的我们讲文化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讲 move the culture away from it 这个culture 指的是 一般世俗的成见 世俗的定见 一般世俗的人 对这个离婚的看法 教会应该想办法 把这个 这种看法 把它移去 你不要特别 恨离婚这件事情 你也不要特别推崇 哎呀 21世纪了 离婚有什么好讲 没事 离婚 OK的 离婚这个事情 不怎么样 你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 OK 不能这样子 所以呢 不要特别的彰显 也不要特别的说 啊 这个这个 就特别恨离婚这件事情 OK 所以 应该要有解决之道 offer solutions 做什么的解决之道呢 就是来帮忙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 move the culture away from it 把一般约定 俗成 这个culture这个地方不是 翻成文化 不太好 讲的就是我们 约定俗成的一些定见 大家一般人的看法 要把它给移去 因为也不要特别恨 这些离婚的人 也不要特别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关系 离婚的人他们是需要爱的 需要服侍的 OK 好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我觉得最后这一句挺重要的 把那个 就是说现在 世俗的 对婚姻的这种看法 一定要从教会当中 给 挪走 去除出去 因为 神教导 我们说 神配合的 人不可分开 这一句话就把现在世俗的 哎呀能过得一起就过 过不到一起就离位 然后我听到 说法了 很多人说 很多人这种说法 凑合凑合呗 凑合就过啊 凑合就过 能过过 不能过拉倒 是吧 很多人都这样说 但是在教会里不行的 因为你作为一个健康的基督徒 你就是要听从神的话 神说的很清楚 神配合的 人不可分开 所以 婚姻的看法 所以终究要回到圣经里面去 回到健康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要从一开始 源头就要了解 到底你信的是什么东西 你接受的是什么东西 这个很重要 好 but this will never happen 但这件事情永远不会发生 假如 if the subject of divorce 假如离婚这个主题 is taboo taboo 这个taboo这个字 很多时候常常用 有没有人知道 什么叫taboo 禁忌 禁忌 什么叫禁忌呢 什么叫禁忌 禁忌可以谈吗 不可以谈 不可以谈 不准谈 不准说 对吧 taboo ok 什么 很多很多 有很多教会是有禁忌的 什么杀人放火的事情 或教会里有什么丢脸的事情 或者什么 不可以谈 就就就就绝对不可以谈 我们这里是神圣的地方 我们怎么能谈那种事情 不可以谈 ok so this will never happen 但这件事情 永远不会发生 假如离婚的 离婚的这个话题 ok 这个主题 是一个禁忌 在我们教会里面 是一个禁忌的话 这种事情永远就不会发生 因为 没有人可以谈离婚 or if there is no plan on how to address the problem 或者我们根本就没有计划 不知道该怎么去 address是整个去面对 去提这个问题 address是正式的去面对 直面的去面对这个问题 to address the problem 提起这个问题 ok 所以 这些问题里面最重要的 如果你的教会 根本对离婚这个事情 视为禁忌 不准谈 或者是你根本就 毫无对策 没有计划 不知道该怎么提起 这种问题的话 这个问题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是吗 但是其实 你表面上看似平静 你不提这个问题 你是个禁忌 你不面对这个问题 但其实会产生的效果是什么 就像他前面讲的 离婚的人口 其实不会停下来 他们会一直增加 然后呢 教会里的人 会一直一直流失 出席率越来越少 其实很多的问题 都已经在产生出来了 只是你不愿意去面对它而已 教会的问题会变得更大 更大 ok 好 Certainly 我们再看下面 Certainly 很自然 一定的 肯定的 Jesus did not favor divorce favor favor是什么意思 偏爱 对不对 我的老师 特别偏爱我 他favor我 哎呀 我们班上 只要有演讲比赛 我们班上 只要有国语文比赛 有什么语文比赛 都是我去参加 favor that's favor favor ok 耶稣并没有特别偏爱离婚 耶稣没有 ok 耶 然而 I have no doubt 我是没有疑问的 that if Jesus lived in our culture 假如耶稣今天活在我们这种 我们这种 这个 这个俗世的话 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 在我们这种氛围里面的话 ok he would have contacted the man who had been missing from church these past three years 他如果今天活在我们这个世代 活在我们这个俗世的话 他应该会怎么样 前面我们不是讲到 有个人离婚 他恨得牙痒痒 这个教会三年都没有人 打个电话给我 我干嘛还要回去那个教会 我不去了 我这一辈子 这只脚永远不会再踩进 那个教会里去了 他也有可能再也不会去 其他的教会 但是我们现在想 耶稣本身 他并没有特别偏爱离婚 他不会 耶稣如果活在我们现在 这个世代的话 他可能三年 你看这个地方 these past three years 在过去的这三年里面 这个失踪的这个人 have been missing from the church 从教会里面蒸发了 失踪了这个人 耶稣是一定会很早就已经 早就已经去联系这个人了 以耶稣的做法的话 99只羊 走掉了一只羊 他都要把那只羊给找回来 所以耶稣不会容许这件事情说 哦一个人不见了 没关系就少一个吧 也不反正就不差他一个 我们还有99个聚会 耶稣绝对不会这样 在过去的三年里面 耶稣 he would have contacted 他早就已经 这是一个假设语法 他一定早就已经 已经把这个人 从教会里不见的这个人 已经去联系他了 在过去三年里面 耶稣早就去联系他了 耶稣不会容许说 让一个羊就不见了 就没有了 好 下面给你一个问句 shouldn't we do likewise shouldn't we do likewise 这句话怎么解释 这句话非常重要 很关键 shouldn't we do likewise 这个likewise指的是什么 有没有人可以跟我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像耶稣 这样做呢 我们不应该像他一样这样做吗 像这样子一样的做法吗 耶稣是绝对不会容许 他绝对在这三年里面 他不会让一个人消失三年 然后他一定早就已经去联系这个人了 过去的三年不见的这个人 他绝对早 所以这个话题又回到我们这篇文章 最起始的地方 有一个人离婚 然后被教会给抛弃 他三年都没有再进过那个教会 他说他一辈子一步再也不会进那个教会了 那么把这个事情换作 你想如果是耶稣在我们教会里面的话 耶稣碰到这样的事情 他会怎么做 他不会让这个事情发生的 他在过去的三年里面 这个人不见了 耶稣早就已经去联系他了 那他会这样做 我们是要学耶稣的 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来 那难道我们不应该就跟他一样的这样做吗 所以正本清源这个Healthy Christians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他是教会的肢体 他是教会的一部分 教会跟他的联系够不够 问题在这里 如果教会跟人的联系不够 这种事情会一直产生 一直产生 一直产生 这个教会的人口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越来越没有人去做礼拜 离婚率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隔了很久不见张三 张三你离婚了 李四隔了很久不见 李四你也离婚了 就会这样子 所以正本清源是在 我们不能把圣经里的教导给丢掉 我们要做的是 圣经里面基督是怎么样做 他把一头一头羊找回来 走丢哪一个他都要把他找回来 那难道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吗 我们也应该像基督一样 这个就是解决 这就是服侍那些离婚人的方法就在这里 他把所有的秘诀都分享给你 OK有没有问题 今天这篇文章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什么反馈 大家有什么想法 这个是一个目前教会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现实的问题 因为真的是 你看他说了吗 在教会当中和社会上 离婚的比例是差不多 所以 神造了人以后就造了婚姻 撒旦现在就从破坏婚姻开始 把社会的细胞一个一个破坏掉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教会 在教会里头怎么样来教导信徒持守 婚姻 是一个很很难的一个题目 但是这事必须得必须得做 就是说他这他这篇文章主要是服侍已经离了婚的人 我觉得教会要做的实际上是怎么样帮助信徒不要离婚 亡羊补牢当然也是好的 婚姻这件事情 从婚姻的起点开始 婚姻就是要两个人绑在一块 不是你在北京 我在新疆 你在西藏 我在广东 从一开始 那就不要结婚 婚姻的起始就是两个人离开自己的父母 要生活在一起 教会提供的就是一个 我们多提供一点活动 刚刚前面讲的 Ample Opportunities 我们有很多的茶经的活动 我们有一起读经敬拜神 我们一起 怎么为教会的成长而努力什么 这些都是一对一对夫妻一起去努力的 如果这对夫妻一直都是一起在教会里同工的时候 怎么会引出我前面讲的那个我举的那个例子可能你们觉得很可笑 可能不相信觉得我开玩笑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夫妻两个人就因为洗碗这件事情 而这个太太很多年以后讲起他们离婚的原因的时候 她可以在电视机前面向电视的观众告诉大家 她想出来的可好的一个办法 就是她把自己吃完的碗洗好了 放进冰箱 这样你就不能用我洗干净的碗了 你得想办法把你的碗给洗干净 你会想象这个婚姻里面已经 已经到什么程度 但是如果夫妻两个人都是基督徒的话 在基督徒 你想我们在教会里工作的时候 我们为教会不管是办读经班 祷告班或什么的时候 我们也会有偶有争执 可是很多时候 当我们一起同工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 奇怪这个事情就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 因为当我们同心合意的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学会了很多功课 我们在同心合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神在我们身上动工 我们明白在我们跟别人同工的时候 我们要有分寸 我们要懂得礼让 我们要包容 对吧 教会里就是这样子 唱诗歌的时候 你唱得很好听 我唱得不好听 但我们一起做参加诗班的话 没关系 我来搭配你 我唱小声一点 你唱大声一点 好不好 你唱一部 我唱我的声音低 我唱二部 我唱三部 对吧 这就是我们就学会这个功课了 教会里一起办爱宴的时候 我这个笨手笨脚的 我不会做饭 Esther很会做吃的 我跟在她后面 Esther我帮你洗碗好不好 我帮你摆菜好不好 摆这个摆盘子好吗 我可以帮你倒垃圾可以吗 我们从这里就学会了礼让 这个功课很自然你就学会了 你到教会里去 一对一对的夫妻 你看人家张三的先生 在那里 帮忙做这个 帮忙做那个 你也作为人家的先生 你好意思吗 我们就马上就学会功课了 马上学会 上帝让我们用我们的眼睛 用我们的耳朵一看 在教会里我们学会好多功课 就不至于在家里里面会闹到说 后来 把碗都得要先放在冰箱里 自己洗自己吃这样 不至于这样子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教会就 教会是个最好的先修班 进修班 所有人生的功课 在教会里面的时候 你都看到了 在教会里就看到人家 那些刚刚讲的 mentor couples 那些导师层级的夫妻 哇 你看人家是怎么把孩子带大的 哪有一对夫妻的孩子都没有问题 他们的婚姻都完全是完美的 不会 我看到有个夫妻 夫妻两个人很恩爱 可是很不幸 我教会里很多年以前 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个教会的 算我们的长老 她是一个现在 叫什么 基柱将执政 她的背是执不起来的 没有到说像圣经上讲 那个妇人18年没有执起来 但她也差不多也十几年了 她的背整个是扣楼的 缩成一团的 但是她从来没有耽误她 来给我们讲道啊 给我们服事啊 给我们 比如说帮我们做洗礼啊 或什么 从来没有 她是我们教会的长老 这么一个人 她的太太也没有抛弃她 反而到她太太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神色自若 还说说笑笑的 就像一般很和美的夫妻一样 她也从来没有因为她的先生 外表这么如此的丑陋 你想一个人 男人从三十几岁开始 她的背就站不直了 你觉得这太太有面子吗 我在人家的面前 我也不是长得差 那我怎么嫁了一个这样 我先生受到这样 但她这个太太非常有爱心的服事她 到最后阶段的时候 年纪大的时候 她那个脊椎已经僵直到很严重的时候 她连上厕所这些都要她太太服事 但她太太呢 她从来没有抱怨 这个其实他们坐在教会里的时候 给教会里其他年轻的夫妻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见证 非常好的功课 这个功课 这个宝贝的功课 你要去教会你才学得到 你在一般的俗世 你在外面外帮人圈子里面 就进出了那些聪明的人 这些聪明的人都教你 你不会把你自己的碗 吃完了冰的冰箱 然后到时候你先生用不到你的碗 外面俗世就会有这种人 有这种聪明的人 教会里头如果有人听你这样说 马上就会有人站出来跟你讲 Jane啊你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 他是你丈夫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你就会受到教导 是不是 所以问题就在于教会必须要复兴 要强大 教会不强大 所有的教会就会跟外邦人的世界一模一样 没有什么两样 外面会发生那些光怪陆离的事情 教会里一样会发生 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非常非常可怕 你都不要等到什么 那个什么 不要等到末世 不要等到耶稣再来什么的 这些人都已经全部倒了 全倒了 就像一个保龄球打过去 满地打滚 全部都倒了 是不是 不要等到我们启示录 耶稣再来的时代 我们自己就已经满地打滚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 非常非常的发人深省 那那一个人 你想想看这个人 他离婚 他很痛苦 三年之内 教会没有一个人打电话给他 你想他的下一段婚姻 你觉得他还会有美满的婚姻吗 这个人受的伤害太大了 所以教会肢体本身之间 我们的联系工作 我们讲了半天 圣经读了那么多 那么多的章节 最重要里面讲到上帝爱我们 爱爱爱 整本圣经就是讲一个爱字 我们怎么做出来 怎么去关爱别人 怎么去服侍人家呢 怎么爱呢 我们往往挑三拣四 哎呦 这个人你看看 这种讲话方式 我是看不起他 我爱不了他 这个人我怎么样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人的 这种选择 人的眼睛长在头顶上 我们都看不见自己的德性 我们自己脚上身窗 脚底下流浓的 头上身窗脚下流浓的 耶稣从来没有抢弱 耶稣从来没有抢弃过我们 一只羊 这个羊哪怕是头上身窗脚下流浓 他都要把他给找回来 可是我们呢 我们对于爱的付出的时候 都是挑三拣四的 这个人教育程度很低 讲话也听不懂 这个人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人看起来很笨 跟他说半天也不懂 怎么样怎么样 我没办法爱这种 我没办法爱那个 这个我也不能爱 那个我也不能爱 但耶稣从来没有这样挑你 他挑你进教会的时候 让你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 从来不是因为你特别聪明 你特别美丽 长得特别好 不是 对吧 所以终究还是教会的服饰里面 就是一定要有爱 一定要有爱 要怎么样去服侍这些人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特别是对那种 我想这篇文章的作者 是对那些离婚的人 是特别有负担的 而且其实是特别特别重要 离婚的人很重要 因为离婚的时候 往往拆散的不是两个人 有的时候一拆散 是一家人给拆散 是可能孩子都会拆散了 甚至会影响到 下一代的心理的健康 都会成的 你讲Healthy Christians 那下一代怎么办呢 我们可在社会上 看太多这种例子了 因为父母亲离婚的关系 孩子的身心不健康 对吧 这影响太大太大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反馈 有什么想法 今天这篇文章 好像是 是很沉重的话题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具体的 就是一个人 委身自己的原生家庭 然后一直成长到大 和那种孤儿 就是离婚的呀 或者父母出轨的呀 或者这一类的 他们会具体的 有什么心理上的不同 或者健康上 心理健康上的影响的 就同样的 就是说 委身教会的人 和不委身教会的人 委身家庭的人 和不委身教会的家庭 和不委身教会的家庭 具体有什么区别呢 好 我们听听兄弟姐妹的意见 有谁来来回答这个问题 你觉得会有什么差别 有没有人有看法 这位弟兄我想问 你在教会里待的时间长吗 你有没有看出来 有什么不同 你觉得会有不同吗 因为我自己的原生家庭 不是特别好的家庭 所以我很容易 就是情绪崩溃 就是我 我情绪崩溃的时候 就会摔东西 我自己以前没有发现 就是说 我因为小时候的时候 没有 没有妈妈在旁边 就是及时的安慰我的情绪 就我从小到大 就是没有人去安抚过我 所以我的情绪是不稳定的 但是我 但是我最近才发现这一点 就是说 然后我也打电话给心理咨询师 他们也是说就是 如果说 我从小到大是有一个安全安稳的家庭 首先情绪是稳定的 就不会觉得太脆弱 就不会暴怒 然后还有就是说 关于家庭伦理 就是我们 我高中的时候写过 就是高考有个作文 叫什么 说社会的风序良俗 交通规则 然后还有就是 嗯 其实这些东西 规则这种东西 其实都是从家庭来的 如果你家庭里面 没有规则的话 你到社会上 也是没有规则的 对 就很难 就是区分开 就是说 自己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应该有什么样的分寸和边界 就是这都是需要爸爸妈妈陪伴 有人际关系 有互动 才能够得出来一些 潜规则和潜意识 有一个自我的储存 然后这样子才可以 相对而言 就是你在一个规则 和有限 有权限的这个范围里 才会相对觉得自由一些 不然就会总觉得 想要更多更多 对 如果有 如果曾经被满足 曾经拥有过 相对美好的家庭关系 和情感上 情绪上的 一个满足的话 就后期成长 可能 有些人 他一辈子都需要去治愈童年 但有些人 一辈子都能被童年的一些 温暖的记忆给滋养 就是 他确实是伴随着一个个体生命 他一辈子的事情 我先 我先讲一下 我的看法 首先我这个人 从小就被叫到 不可以摔东西 因为我们家不是很有钱 我妈第一个告诉我 你摔了以后 以后你需要这个东西 还得再花钱买 所以摔东西是最 最要不得的习惯 所以我不敢摔东西 我很怕我到时候摔碎了 到时候没有这个东西 花不起钱买了 这是第一点 但是我小的时候脾气很坏 很暴躁 非常暴躁 也跟我自己本身 的家庭有点关系 但是等我长大以后 我偶尔到别人的家里去 我看到人家的爸爸妈妈 就是我举例 就是跟我家不一样的那种 我才了解到说 原来爸爸跟妈妈之间 是可以好好讲话的 但是在我们家不存在 不存在 所以我到别人家里面 就去看到 看到了以后呢 我就去想 他们到底是为什么 都能好好讲话 他们为什么就不会摔东西 为什么不会像你刚刚 讲的那种情况 他们为什么会有呢 我到基督徒家里面 还有我看到牧师跟师母之间的相处的时候 我是一个敏感的孩子 我就会去想 那在我面前就放了两条路 我想走这个 A道还是B道 黑道还是白道 我就在想 我羡慕 我羡慕那种家庭 合格乐乐 可以好好讲话的家庭 我很羡慕 后来我羡慕之后 我就在想 我的问题出在哪里 因为我以前讲话 是一个很大声的人 随时随地 你都会觉得我元气充足 大吼大叫醒 我就是那种人 因为我怕别人听不清楚 因为我自卑 我里面很自卑 我怕我 讲出来气势不够强 怕别人看不起我 所以我每次讲话都是大吼大叫 更让别人觉得我脾气很暴躁 我的确暴躁 后来有一个人 因为我去受了一个演讲的训练 在演讲的时候 因为我想得名次 那我就去观察人家那个 得第一名得第二名的 那个在台上讲话的时候 他们都是什么形象 后来我跟一些老师也讨论 哎呀你什么都好 你发音也很准 你这个讲话也不是说怎么样 声音也很好听 但是你能不能讲话慢一点 你那个口气可不可以和缓一点 哦我才我才知道 否则的话我不了解 你懂我意思吗 我才了解就是说 你的语速跟你讲话跟你什么东西 其实是给人会有产生印象 我就开始纠正我自己这个讲话 慢一点 以前一分钟讲七十个字 现在我讲五十个字 再慢一点 然后我的声标 不要高抗 好像天天去打仗一样 不能量 我就好好的讲话 我学会好好的讲话 但刚开始的时候 我很不习惯 因为我的潜意识里觉得 我被教导成就是 如果不像那种高抗的声音讲话的话 我就 矮人家半截啊 怎么可以这样呢 我觉得我输了 但我后来 我在教会里面受到教导 因为每一次起来念圣经的时候 我告诉你 念语文课本 我倒是念得很快 念圣经的话 因为我圣经不熟 所以我就慢慢的念 我念了几次之后被赞美 牧师说 哎呀他说话的声音好好听哦 然后他那个说话的时候 每个字也都念得很清楚 我就受到鼓励了 其实到底我是不是那样 我也不知道 也许牧师就是为了鼓励我而已 OK 从那以后 我每次读圣经 我就慢慢的读 慢慢的读 慢慢的读 我就在教会里受到教导 我以前是一个 一挤起来之后 一个拼铃胖胖 就像射子弹出来一样 我一分钟可以讲八十个句子出来给你 我不管你听不听得懂 后来我在教会里面受到教导 还有一次在教会里面叫我去演那个 演一个什么舞台剧 那个演那个台词的时候要讲得很清楚 教会的那个牧师跟我说 因为我们教会经费有限 教会教会这么大 你在上面演那个戏 你那个声音要大一点 才能够让后面的人听得清楚 那你讲话要慢一点 哦 我才学会了 无形之中我受到改造 所以我现在要跟你讲这么多的原因是这样 我不知道你现在几岁了 但是我有一个想法 我觉得一个人25岁以前 你的确受到你原生家庭 你从小成长的背景 很大的影响 这个没有办法 我承认 因为我有我就有这种原生家庭带来的问题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不是给你永远这样下去的借口 25岁以后 我其实我的改造 早在25岁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因为我在教会里受到赞美 我在家里没有得到这个 我在教会里受到赞美 牧师说 哎呀 你刚刚那个经文读得很好 你再读慢一点就更好了 你刚刚那个读的 你的声音真好听 你那个声音可以再读得稍微 不要那么高亢 不要那么尖锐 我们读圣经嘛 让弟兄姐妹都能听得清楚 太好了 他给我机会 你也许看不起这种机会 但是我告诉你 对于我这种没有机会的人 我太珍惜这种机会了 所以我就得到改造 而且我心里面 我向往 我到人家家里去吃饭 这要为了弟兄姐妹 这个找我们去吃饭 那个去找我们去吃饭 教会圣诞节去唱诗歌的时候 我们都有机会 一家一家的弟兄姐妹家里面 去给他们唱诗歌 去祝福他们 到这一家的时候 人家家里拿包子馒头出来 到另外一家给我们吃牛肉面 到另外一家又给我们吃水饺 我看到人家把门打开 我看到人家家里面 父母亲是如何 和乐 怎么样跟子女好好说话 我羡慕 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我要告诉你 这位弟兄 没有一个人生下来是完美的 我身上有着比你更严重的问题 更可怕的问题 你知道这种问题 你是个男人 你摔东西 也许还显得你很有男子气 如果这种坏毛病 在一个女人身上展现 你知道我是一个多么令人讨厌的女人吗 你能理解吧 但我为什么会改 我为什么会改 因为我 人家把家门打开 欢迎我进去的时候 我就借着圣诞节去唱诗歌 我看到人家家里 我就学到了 我羡慕 我就知道说 其实人跟人之间是可以好好讲话的 不用因为你害怕自己比别人 示弱一样 觉得自己比别人 那不行 所以你就得要那么高亢 呼啦哗啦 那么大声的吼叫 最后变成一个很野蛮的人 我就是从那里出来的 所以我告诉你 在神一切都能 靠自己不行 你花时间 你去花钱去 请个什么心理医生 去这个那个什么东西 你用人的办法 很多时候做不成 你如果已经看到一个很美好的东西 你想追求 我就是想做一个那种 让人家觉得我很有气质 我想让人家觉得我讲话有分量 我想让人家看得起 我要改变啊 我靠我自己行吗 不行 所以我只好来到神的面前 祷告 神听了我的祷告 牧师让我读圣经给大家听 你们肯定看不起我这种机会 这有什么 反正就是大家 你念一节我念一节 但我觉得我念的时候被赞美啊 人都是这样 被赞美之后 我就会越朝那个方向去前进 是吧 我在教会里面看到那些 受了良好教养的那种女孩子 人家讲话都是细声细气的 人家跟牧师讲话是这样讲 人家跟弟兄们讲话是这样讲 我就学会了 因为我渴望像他一样 我想要改变我自己 对不对 所以我祷告 所以我去学人家 我去模仿 教会里有好多功课把我给教会了 很多东西我在我自己的原神家里 我学不会 因为我们家没有这样子 所以你刚刚回到你刚刚的问题 我可以这样跟你说 你说是不是在教会里的就怎样怎样 在外面的就怎样 我其实我告诉你 一个教会里面 如果弟兄姐妹是没有追求的 OK 他们不愿意 不愿意就是说 让上帝与他们同在 让上帝的灵 圣灵来做工的话 这个教会可以跟外面的 某某俱乐部是一模一样的 就像我们这个文章里讲的一样 离婚率是一样的 因为人不求没有追求 人不求圣灵 不求上面来的智慧 你可以跟外面的一模一样 那你说那这样我还进教会干什么 所以教会里面很重要一件事情是 教会就是教会 它不是一个俱乐部 教会里面一定要有圣灵在 要有耶稣基督 要仰望十字架 要回归到这一本书 圣经里面来 圣经怎么教导我们的 你刚刚如果很简单的 简而言之 你刚刚的问题 比如说你说 你会丢东西 你现在把圣经打开 你去找 四福音你看完以后 你看看耶稣基督 有没有这样子丢东西 他有这样教导我们 如果没有 你就可以停在那里 你就告诉你自己 这个是不可以做的事情 因为圣经上没有说可以这样做 如果可以做的话 耶稣早就教我们了 哎呀我告诉你们 你们大家这些信徒们 你们想要发脾气的时候 你们就把家里的东西全部摔烂 一定会有这一句教导我们的 没有啊 我读了圣经没有看到这句话 你去看那些牧师那些牧者 那些师母 你看他们哪一个人是这样 没有啊 那就告诉你什么 不能这样做啊 是不是 所以这位弟兄我想你这么聪明 你已经看见自己的问题 你的年纪可能比我当年的时候还要更小更年轻 你有更好的机会来改变你自己 所以你应该做的事情是 你要回到上帝面前去祷告 为你这个脾气要去祷告 很重要 因为你的脾气 如果今天我跟你说你可以改的话 你可以慢慢一点一点 你求上帝降下智慧给你 让你能够把这个改善的话 这个东西可能关键着你将来美好的婚姻 你自己美好的家庭都很重要 你试想一下 像我这样的孩子 有一天如果我是你的孩子 我看见我爸爸生气就是随便乱摔东西 我会学的跟你一模一样 将来我走出去就是你的二号版本 你知道这个影响多大吗 像你这样子 任何一个好的女人 他嫁给你之后 他都活在恐惧里面 今天这个摔坏了 明天那个摔坏了 因为我先生不高兴的关系 然后最后半君如半福 他们不知道怎样来跟你 维系良好的关系 所以我告诉你 以我为鉴 以我为鉴 你一定要把这个问题 正是这个问题 要去改善他 改善他 你要求神帮助你 因为靠自己不行 靠神无所不能 必须的 必须的 你无法想象我当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是一个很恶劣的人 一个女人如果脾气暴躁 比一个男人更丑陋 更可怕 我还自以为是 我觉得我自己很棒 在我身边周遭的人都得听我 我就这样 所以 所以这个关键点 OK 我觉得应该要这样讲 不是说进了教会的人 跟没进教会的人 就事情没有那么神 你走这个门 你走那个门 好像想成这样 你说 你走这个门进去 进了教会 你就怎么样 你走那个门 进了教会 你要找到上帝 你的眼睛要定睛在十字架上 你要求上面来的智慧 如果你在教会里 就算你那个人 整个是坐在教会里的 你跟大家坐在一起 在那里听到 但如果你不是求上帝 降下圣灵 与你同在的时候 你跟坐在教会外面 教堂外面的公园里 是没有两样的 所以你到教会的目的是什么 你到教会 你是来找上帝 你是来找耶稣基督 你来找十字架 你找到没有 找 要找到 你找到之后 你有没有紧紧的抓着他 你紧紧的抓着他 你有没有在神的面前 求上面来的智慧 特别是针对自己的脾气 因为我就曾经是一个脾气 非常坏的人 非常非常坏 我可以马上从一 跳到一百 我听了不爽的事情 我马上就可以这样子 但是我在教会里面受到改造 我在教会里面 受到教育 当然要感谢那些 当时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 很包容我 给我很多的帮助 感谢当时的这些牧师跟师母们 他们也给我很多的教导 他们不舍不弃 他们愿意帮助 我也从教会的活动里面 接触了人家 一家一家的人家以后 我才了解说 原来一家人在一起 是可以好好说话的 我以前不懂 教会圣诞节唱诗歌 我去一家一家 这家拿包子出来吃 那家拿那个牛肉面出来 那家又给我们吃什么 然后人家父母跟孩子讲话 是可以用那种声调讲话 也没有说谁比谁 好像矮半截 没有 人家家庭和乐 就是这样的 那没有关系 我以前没有学会这个功课 我晚一点学 没关系 这个道理就像 他22岁就毕业 大学毕业 我30岁再来念大学 没关系 重点是我终究学到这个功课了 对不对 所以我相信 你的例子也是一样 你现在脾气 你觉得自己脾气不好 你会摔东西 没有关系 可是 有没有什么办法 你现在能 能把这个学好了 总比你到80岁 还有这个问题 多可怕呀 是不是 我也是很庆幸啊 我后来终究还是学会这个功课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学得晚一点 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终究学会 而且上帝给你这样的人 一定有他的 上帝对你有他的安排 有他的造就 你要你要听上帝的声音 耶稣基督一定在你身上有大成就 只是你要去找到 你要紧紧的抓着十字架 你要知道 到底神要怎么样的用你 你为这个事情要放上祷告 我们有错 就是说这种 像我这样子脾气上的这些问题 我都有 这些毛病 恶劣的毛病 我太多 一生都是 并不可耻 可 糟糕的是 如果我不敢的话 我这个毛病就一直带进棺材里头去 上不了天堂了 我就 我就会被那个 挡在天堂门外的人 对吧 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 如果我们都是完美的话 我们现在都不在这里 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问题 但最重要的事情是 你不完美 可是你要追求 因为你是神的儿女 他拣选了你 我们有一个这么伟大的父亲 难道我们不想把自己稍微变得更好一点 更体面一点吗 我就是这样想的 他是我的阿爸天父 但有 你看看我这个女人 一生这个臭毛病 还有这么多品德上的问题 我的脾气又这么坏 我一讲出去跟人家讲 哎呀 我是耶稣基督的这个什么 我是他的子民 我是他的儿女 这不是丢人吗 我要让我爸爸有面子一点吗 我要让我爸爸觉得体面吗 那就是我的问题 我要改呀 是不是 我不知道这样讲 能不能帮助到你 但是我就是想告诉你说 这些事情 在神一切都可以做得到 但你要求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人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反馈的 好 好 这位弟兄 有没有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没有 还有得着 有吗 有啊 我帮到你好 那就好 因为你 你放心好了 我可能是一个 比你脾气更坏的人 只是我丢不起东西而已 但是我会把怒气 发在人的身上 我不敢丢东西 是因为我家里 不是很有钱 我母亲告诉我说 丢坏了以后 就买不回来 我想要再分享 我觉得今天分享的 不是在你说 是自己 你是在说我 甚至我姐的你 我还比你还强一点 在哪儿呢 你不敢追东西 我是水手拿啥 杀啥不怕 不缺东西 真的是 后来就是真的是 有些时候 我们进入婚姻的 带着连续家庭 很多的那种 罪 在家人无自己的罪 真是发扬光大 以至于说 我们都影响到孩子 确实 就是我可能昨天有提了一句 我女儿 就是她在交朋友的时候 其实将我就给她做婚前辅导 因为我心里找我孩子一直也跟我在教会 然后她是经过婚前辅导的 但是也免不了结婚前打架 一打架 所以我女儿就有一个评价 她妈呀 当我一砸东西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你当年的熊风 我简直是 但是真是感谢神 非常感恩的一件事 就是非常感恩的 我们真是来到教会 来到上面年前 我们确实说 以前我真的那儿 我就有个很跟人低估的感觉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云能改变吗 我真的那时候 我这也是说 可能试验口头上的一句话 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但是我今天实实在在 要在这里做见证 靠着谁真的能 再人不能 再神凡事都能 从我自己的婚姻 从我女儿的婚姻 我真的就感恩神 这也是非常感恩的 所以说今天我的客厅 因为我那边有事要做 我这儿听那儿听 我也是在听 但是我就觉得 就是这个见证 真是实实在在的 所以他走的路 也是我的一个经历 你是假如没有 没有上帝 我真的就可能 有把这份传练去 可能就要在我女儿身上 发扬光大 但是今天我女儿 反过来 真的在某种程度 才来做我的婚姻 这也是我非常感恩的地方 所以我们靠谱 什么都不要灰心 都能改 感谢谁 我就非要这些 对 你说的非常对 这发扬光大 这四个字 给我很大的解释 我也曾经怕这个事情 在我家发扬光大 因为我儿子 我自从生下小孩子 我就很怕 我很怕 因为我知道 这是我的缺点 我脾气不好 我就很怕 我什么时候露出来 我露出来以后 如果给小孩 学上了之后 将来 肯定要发扬光大的 因为现在小孩 都比我们那一代 还更聪明 他可能将来 是我的两倍 三倍以上的脾气更坏 那我怎么办 这这全部都完蛋了 对不对 我就完蛋了 所以我后来 我就跟我自己讲 从有小孩开始 我只要这个脾气 一上来之后 第一件事情 我要求我自己闭嘴 不准讲话 第二件事情 我要求我自己 转身就离开 到隔壁房间去也好 到外面阳台站的也好 到楼下去吹风也好 我就是不能说话 你看像我这样 一个这么喜欢说话的人 我限制我自己 就是第一不准说话 因为我告诉你 我吵架从来没有输过 我这个人吵架不会输的 我除了拿第一名以外 不会拿第二名的 但是我只要开口 必然伤人 我的嘴就是像个利剑 一把刀一样 谁给我骂到谁倒霉 所以我不能伤人 我就只有把嘴给我闭起来 第二我必须转身离开 我不离开的话 我有可能就会动手 或者我有可能就伤害人了 我知道我有这个毛病 所以我用这种方法 限制我自己 后来我有一件事情 非常感谢神 我感谢神 神没有让我生下来 跟我一个 跟我自己一模一样的孩子 这一件事情 我觉得是神 对我最大的恩典 他如果当初 让我生下来一个孩子 脾气跟我当年一样 那么坏的话 就是造一个 跟我自己一模一样的 来对付我自己的话 我这一辈子就太痛苦了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感谢神 真是他对我最大的怜悯 我儿子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样子 但是我只是想 这位弟兄 我想跟你讲的就是 脾气这个东西 是有办法的 我讲的方法可能很土 因为我也不是一个 很有智慧的人 但是我告诉你是有办法的 我就是用这种方式 来限制我自己 因为我知道 我只要开口 我就伤人 我虽然不敢丢东西 因为我怕东西又要重新买 没那个钱买 但是问题是 我就是我不敢 我就马上把嘴闭起来 我不准开口 因为我只要一开口 我就伤人 然后我要转身离开 到隔壁房间 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去吹风也好 就站在窗口吹风也好 必须要讲 慢慢把自己的怒气 平息下来 然后祷告 没有别的方法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这个功课我就学会了 虽然我这个人比较土一点 我不是像人家与生俱来的 就是有那种好脾气的 就有那种说话 就是比较有气质的 我是比较土气的人 但是我也好歹是赶了 对不对 我也好歹赶了 因为我正视我的问题 我知道这是我的问题 我这个人不笨 OK 我不笨 我也有很多的优点 我也我的心地也很不错 但因为这个脾气的关系 我败在这个脾气上之后 我会让别人对我有非常恶劣的印象 别人会非常看不起我 然后我想到了 我开始有孩子以后 我如果把这个东西 让我的孩子 像你刚刚讲的发扬光大的话 那我这一辈子 我都简直是懊悔死了 就懊悔死了 所以我必须要改 作为一个母亲 就是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变成像我这个德行 对吧 那只有要求我自己改 还好就是我这个毛病 还不至于像人家什么 什么喝酒啊 好赌啊 什么那种 那个太饿的 我吸毒啊 我还不至于悼念 但是其实对我的伤害以上已经够大的了 我就只好硬逼我自己必须改过来 否则小孩都给我发扬光大 这还得了 我们家走出来的人都跟我一样这种德行 太丢人了 是不是 所以我就是这样子的 要求自己必须改正 好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回馈的 有什么反馈的 大家有什么看法 谢谢老师我可以分享一下吗 好请说 就是刚刚说到那个坏脾气啊 我觉得就是从我的那个大舅舅身上啊 我妈他们 我外婆一共生了他们十个 然后中间有两个就是因为饿肚子去世了 那还有八个 那我大舅舅是最大的一个 他就承担承担了那个掌胸如腹的这个责任 跟重担在他的肩上 因为我外公在我小姨 还在我外婆肚子的时候饿死了 所以就是他的脾气 他就是在跟我外婆两个人就抚养我的这些 舅舅姨妈呀 他们下面的七个 那是这样子的 那他的婚姻包括就是因为可能就是承担的压力太大嘛 那他当时还是一个小官 那是那样的话 他的脾气很真的很暴躁的呀 就是有时候经常就是就破口大骂我外婆 然后是这样子的 后面就是我 他就就是当时就有一个我同学的爸爸就是信主了嘛 就带领我大舅舅就信主了 因为他那时候还知道 哎呀就是我这个脾气很不好 就见了就骂 然后就是付出一切 但是都人就是周围的弟兄姊妹们也知道他付出 但是就是他那种谁口就就就就骂人的那种 甩东西啊干嘛的就很让人不喜悦 所以后面他就在我们这个家族当中 他是第一个信主的 信主以后他还去传跟着那个就是同学的爸爸一起 他做医生们他们俩一起去传道 后面他整个人的这个脾气就翻转了 就很很温和呀 说话也是一个年纪大了啊 然后就是他的性格就不像以前那样 就是说话呀很冲啊 然后有脾气啊 就人整个人完全的就变了 真的在人你说他几十年了那种那个脾气啊 他当时他有一个小孩都是因为他坏脾气就哭哭 然后他发脾气孩子被他摔死了 你看是这样的一种景况的这样的一个人 在上帝面前把他悔改认罪然后上帝拣选他 他完全的命运翻转了改变了他的性格 所以说你看像弟兄这件事情 你还没有我大救那么严重 对不对 但是只要是你真心的来到上帝面前来 就是靠上帝加给你力量 然后完全的去靠着主耶稣基督 没有难成的事 真的 我分享吧 对 我觉得真的是那句话实实实在在的 就是若是什么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行道的人 就是一国都送信的了 是真的 你真的得在基督里 真的好好信主会来这 这个是我们都经历了 对 真的是感谢神 很多事情哈 弟兄就是要 我们自己去经历 才能有这样深 脾气坏的人 其实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我今天有这个资格可以讲这个话 如果我像你当年那么年轻的时候 我可能还不敢讲这句话 但我今天这个年纪 我应该可以讲这个话了 就是脾气坏的人 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是 他没有享受到足够的爱 这个还是回到这个还是回到一个问题 爱 你曾经被你曾经被很充足的爱过 而且你知道那个爱永远在那里都有 就像你夏天 就像你夏天冰箱里随时打开都有冰棒 随时打开都可以喝到水 你那种那种心情跟一个每天都担心没得吃的 有了这一顿不晓得下一顿在哪的那种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我告诉你 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面 不可能你的家庭是完美到那种程度的 不可能 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有 因为我们都是人嘛 都有瑕疵 但是有一个地方你是有源源不断的爱 那就是你要想基督耶稣 十字架上的爱是充充分分 丰丰富富的给你准备 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求告你的阿爸天父 这个爱是没有尽头的 所以不要再去想很多过去 或是你的家庭或什么样 当然我们为你家庭的成员祷告 希望他们也来信主 对吧 我们渴望 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要知道 神给我们预备丰富的就是 你随时可以祷告 耶稣基督爱你 他的爱永远是最丰富的 永远不枯竭 你还有什么好怕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宝贵的 你刚刚讲去教会的不去教会的 我就告诉你 在教会里面你可以找到上帝 可以找到十字架 你在上帝里面 你在教会里面就可以找到这些丰丰富富的爱 这就是不同的地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教会的缘故 为什么我们要亲近我们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我们要守着十字架 为什么 所有的答案都在这里 对吧 真的是感谢神 好 还有没有什么反馈的 大家还没有什么反馈的 金老师我分享一下好吗 你说 刚才讲到就是一个人的脾气不好 一是缺乏爱 再一个是人的骄傲 我认识一个弟兄 他就是家里边非常聪明的 又是长子长孙 而且特别聪明 而且长得也好 而且他可以说是整个家族的一个骄傲 所以其实家里边人都对他特别的照顾 就特别的爱他 而且他各方面不管从考试什么呀 他都是数一数二的 他就是这种骄傲 所以他脾气特别不好 大家好像就得尊重他 家里边的人呀什么都得照顾他的情绪 稍微不关注他 稍微就是不照顾他情绪 或者就是他说的意见 不被接纳 他的脾气就会上来 其实也是过于的这种骄傲造成了他的脾气不好 而且处处就是感觉这个人这一点不行 那个人那一点不行 信主以后呢 他就真正的认识到 真的就是说眼目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他都看到人的一个 人的这个骄傲 确确实实也导致人就是脾气不好 而且愿意彰显自己 愿意处处表现自己 不尊重他人 他也是这样的 经常会在家里边 也是骂人摔东西 后来信主以后呢 就是看到主耶稣的这个谦卑 你看主耶稣那有有那样的一个 他是那样的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罪人中间 被罪人被罪人轻慢 被罪人看不起 依然是那样忍耐我们 真的这一块对他改变很大 其实我就是从他的身上看到 人信靠主 而且要真正的以耶稣基督为榜样 时时刻刻看到主耶稣在各个方面的表现 和任何人讲话的一个态度 以及他的事工当中 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存在的问题 去改变 而且要有积极的回应才行 我分享就这些 谢谢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 反馈 没有什么事 我这都可以 Helsinki 所以我们今天 results 来 不是 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